2008年成立的搞笑剧团《愚蹦新夜》 演出融合了日式的漫才 还有台式的文化 无厘头的搞笑演出 票房也是秒杀卖光 他们近期推出的新作叫做《愚蹦笑本部》 将原本的经典桥段 加上新的社会时事话题 他们从路跑风潮 都会男女爱情观 还有面试之前与竞争对手的微妙互动 一直到流行很多年的刑警剧 都成为他们的搞笑元素 大家好 我是大宝 我是温某 我们是D&D 融合日本漫才与台式文化的搞笑剧团 《愚蹦新夜》再度搞笑出击 这一次要谈的是都会男女感情观 真的要找好地点才可以好好地谈分手 像是厨房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因为厨房很容易拿到很多危险的物品 很不适合谈分手 你说什么 你要给我分手 对 你不要紧张 有话好好说 你把刀子放下来 这个不是刀子 那不是刀子 那是什么 这个是秋刀雨 是呀 为什么你要拿秋刀雨 给我谈分手啊 挖掉 除了都会男女感情问题 近年的路跑风潮也能拿来做文章 僵尸路跑就是说 把大家翻成人类组还有僵尸组 一路上僵尸组会追赶人类组 非常刺激 非常有趣 好 那我要当被僵尸咬到之后 快要变成僵尸的人类 多麻烦的了 那是什么啊 就让这样啊 哥车 我被僵尸咬到了怎么办啊 真的假的 快点啊 这我还有意识的兄弟给我 是 就连十分收到普罗大众欢迎的 刑警剧也鼓励的登场 假设我们两个是刑警搭纳 准备面临棘手的案件 我马上面临棘手的案件吗 感觉非常热血沸腾 怎么配乐 喂 这里是状态组 我是电话铃声啊 我爱一位帅气的背景音乐人 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看来又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好 我知道 我们会准备行动 咔嚓 怎么了 看来最棘手的状况出现了 冷静一点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我们订阅那家便当店没开 我去跟其他部门说 坐 坐 创传于2008年 一共新夜已成为台湾 基本新夜为目标 取材社会时事 与现代公式生活细节 以高密度效点 加上快很准的表演节奏 让人见识他们的搞笑功力